阿摩斯书第五章 以色列家,要听这话,就是我为你们唱的晚歌 统贞女以色列跌倒了,不能再起来 她被抛弃在自己的地上,没有人扶她起来 因为主耶和华论以色列家这样说 这城派兵一千,剩下的只有一百 出兵一百,只剩下十个 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这样说 寻求我,旧必存活 不要去伯特利寻求我 不要去吉甲,也不要过去别事吧 因为吉甲必被掳掠 伯特利必化为乌有 寻求耶和华,旧必存活 免得他向火在约瑟家猛烈蔓延,吞灭他们 没有人能把伯特利的火扑灭 他们使公正变为苦井 把公益弃于地上 那创造卯兴和参兴 把幽暗变为黎明 把白日转为黑夜 又吩咐海水 把海水倒在地上的 耶和华就是他的名 是他使毁灭向闪电临到堡垒 使毁灭临到坚固的城 你们讨厌那在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 恨恶说正直话的 你们欺压穷人 强征他们的无骨 因此 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创造房屋 因此 你们用琢磨过的石头建造房屋 却不能住在其中 你们再种美好的葡萄园 却不能喝园中的酒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过犯众多 罪大恶极 你们迫害义人 收受贿赂 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 为此 聪明人在这时代坚默无声 因这时代邪恶 你们要寻求良善 不要寻求邪恶 这样才可以存活 耶和华万君的神 就必与你们同在 正如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喜爱良善 恨恶恶恶 在城门口伸张正义 这样 耶和华万君的神 或会恩待约瑟的渔民 因此 主耶和华万君的神这样说 各广场充满哀痛的声音 街上只听见 哭啊 哭啊 的喊声 人要照农夫来哀哭 照善于哭丧的人来哀喊 所有葡萄园充满哀痛的声音 因为我必在你们中间经过 这是耶和华说的 渴望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人 你们诱惑了 耶和华的日子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那日是黑暗 没有光明的日子 那日就像一个人避过了狮子 却遇上了熊 回到家里 手靠在墙上 却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 没有光明 只有幽暗 全无光辉吗 我憎恨 厌恶你们的节旗 也不喜爱你们的节日 虽然你们给我献上 梵祭和宿祭 我却不接受 你们献上肥美的牲畜 做平安祭 我也不悦呢 你们唱歌的吵声 要远离我 我不想听见你们的琴声 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流 公义好像河水长流 以色列家 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有献繁祭和宿祭给我吗 你们抬着你们的神撒固王 和你们的新神加温的神像 就是你们为自己所做的 我必使你们被掳 流亡到大马士革以外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万君的神就是他的名 对我们的东西 就是一个人的 我可以换你 因为我可以换你